很长一段时间 多次被提名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 但始终没有如愿以偿 所以热爱你的歌迷 就是说你是金曲奖的遗珠 所以作为一个歌手来说 自己是怎么想 包括后来最终得了这个奖 又是怎么想 我觉得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官方 但确实是真的 能够入围就已经不错了 我要用这个口气 能够入围真的不错了 你还要去图个得奖 就是我从来不敢去想那些事情 就像我刚刚有说跟您说的 就是会唱的人实在太多 我把我自己写的作品唱好了 但是本应该的事情 对那些不是唱自己作品的人 还可以唱得这么好 那真的就是真的唱得很好 所以我先不论时间长短 那我觉得有幸能够得到 一次这个奖项 我觉得不是对我 我觉得是对我的团队一个很大的肯定 因为他们也陪伴了我这么久 因为说实在没有我的乐手 没有我的制作团队 没有我的公司 不可能有我 我这么不爱 这么不爱走向前面的人 你要我去报名 我自己都不会报了 对不对 所以要有这些人帮我 所以这个奖项 其实对我最大的肯定 是我团队的肯定 因为唯有我上台拿了这个奖 我才会觉得自己 用这个东西去报答了他们 所以那时候我的感受 并不是我自己有多荣耀 或多厉害或干嘛的 因为其实我甚至深深的很害怕魔咒 有个金曲魔咒 因为很多人得了之后 就是你知道 就是可能会有点恐慌 或什么的 所以那年其实我原本就是想休息 2014年我要休息 然后那年我又得了奖之后 所有人都说你不要休息 你为什么要休息 我说我就是要休息 我那年就是安排了就是要休息 即便得了奖 大家可能就说你赶快 什么办演唱会 或什么趁这个事 但有时候我就是那么扭 就已经决定的事情就严不了 就说不动 我就还是继续休息 就你个性上有的时候是有点 我不知道台湾人是不是说的 叫轴 轴 就比较固执 对 应该是说我做了决定 就做了决定 我就按既定的我的原来的计划走 那个决定是大决定的话 如果是小决定 比如说我要吃个面 但是没有的话吃个米粉也行 那哪 就是要看是什么样 具体的一个决定 对 如果它就是 它是影响 就是我选择这条路 这个路是很大的决定 但如果今天是开车走错路 那没关系 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 看不到你和他在对接拥抱 你的快乐 我可以感受得到 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 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 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 再不想问 也不想被通知到 反正你的世界我还不了 你 Shan 我 Finance 很誉悲 你 我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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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Çünkü